服务生突然抽椅子 害客人摔地上 画面中 这名抱着孩子的妈妈正要坐下 服务生却从后方抽走椅子 害她摔个四脚朝天 实在有后扯 台南市一名林姓女子 前晚跟家人到老婆的菜餐厅用餐 要求女服务生帮她换张儿童座椅 当她放了包包要坐下 陈姓女服务生居然一声不响 顺手拖走右边椅子 头也不回地走了 母女俩当场摔得四脚朝天 其他服务人员也没立即上前餐服 她气得在网络上公开监视器画面 就是尾椎腰 她连腰背部分都会酸痛 小朋友的状况呢 小朋友没能量 她抱着她 去报警 所以小朋友没怎样 店家昨天表示 对顾客十分抱歉 当下就陪同顾客就医检查 照X光 也没收2000多元餐费 事后并开除两名服务生已是负责 因为那个我们服务人员一时的疏忽 就造成让客人跌倒 真的是很抱歉 我们是不容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所以就马上把两位服务人员开除了 东新闻真的要小心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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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讯会们的手表 对安排出六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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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